台湾研发 奈米癌症疫苗 降低复发几率 癌症为台湾十大死因之首 癌症死亡病人中 约久成死于转移癌 而非原胃癌 足见癌症晚期治疗之棘首 目前台湾中央研究院 在生计研究园区研发的 奈米癌症疫苗 是身具潜力的治疗方式 其利用病人肿瘤突变资讯 制造奈米及粒子的癌症疫苗 以训练免疫细胞清扫 病患体内可能参与的癌细胞 降低复发几率 台湾中研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 陶密华指出 癌细胞出现时 会引发免疫系统发动攻击 如名为杀手提细胞的免疫细胞 会辨识并杀死癌细胞 但当癌细胞大量复制 扩散后 肿瘤有能力驱逐 消灭周围的杀手提细胞 甚至 招想肿瘤内部免疫细胞 不但让免疫细胞无法作用 甚至反过来保护癌细胞 唐密华说 免疫疗法的作用 就是要恢复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侦测突变 不正常的细胞 进而消灭癌细胞 唐密华提到 免疫疗法第一种方式为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例如科学家投入CTLA4或PDEPDLE抑制剂 阻绝癌细胞特化配子 Ligand 蛋白与杀手提细胞的免疫检查点蛋白结合 确保杀手提细胞正常运作 但并非对每种癌症有效 第二种疗法为免疫细胞治疗 主要从病患协议中分离出提细胞 利用基因工程改造 让提细胞上面出现 嵌合抗原受体 简称CAR 便是癌细胞表面抗原抗体 并活化T细胞讯息传递 再送回病人体内 让T细胞有能力攻击肿瘤 但目前除了治疗急性B08细胞白血病效果显著 其他癌症则因CAR专移性不足 还存在许多呆克服的副作用 该院正在研发的奈米癌症疫苗 属治疗性疫苗 需为不同病患量深打造 唐密华强调 免疫疗法由于体质差异 有潜在副作用 加上价格昂贵 因此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人士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方式 健康生活编辑部 最后一号研发封的一 Tack